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布特拉体育馆内二号场地进行的中国和印尼的这一场 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印尼队是大比分2比1领先于中国队 接下来是第四场球 中国队派出的是奥运位冠军 李雪瑞对阵印尼的女单林达威尼·法内特里 前三场比赛混合双打是印尼取得了胜利 爱哈曼德纳希尔2比1战胜了徐晨和马进 徐晨和马进在近年的近两届苏维等中 他们第一场总是能够取胜的这个记录也被终止 然后第二场陈龙是2比0战胜了苏基亚托为中国队将比分扳平 但是接下来的男子双打的印尼的两个90后小将 萨普特罗和普拉塔玛是暴冷2比1战胜了奥运会冠军 蔡云和富海峰 当然这个冷门其实了解蔡云富海峰近期的比训练比赛状态的观众和球迷 也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也算不上就是说从名气上来说是个冷门 但是从近期状态和临场发挥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 女子单打的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取胜的话呢 最后一场是女双的对抗 余扬王小李对着印尼的纳希尔和马赫斯瓦里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印尼队的这个他们已经打得非常成功了 因为对于今天他们打中国队呢是以弱队强以小搏大 能够拼到第五场 不管最后是输还是赢 印尼队已经是比较成功了 双方都连续控制对方底线 连续压对方底线 李雪瑞这球还是打的落点非常刁钻和准确 这是往前的一个假动作 也许这速度很快 但是对有些印尼的选手呢 他动作不能出得太早 因为对方的手上都变化很多 他动作不能出得太早 李雪瑞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 他的打法还是相当的干脆 而且他的下压也是相当漂亮 质量都很高 利用他的身高在后场的批杀批掉 都让对手非常难受 今天在大比分1比2落后的情况下 李雪瑞也承受一定的压力 但是一上来他的速度非常快 场上的注意力也是相当集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雪瑞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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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反对特里在底线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球出了机会 这个球是判罚了反对特里发球的时候过手为例 李雪瑞得分 慢动作还是抓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发球的时候呢羽毛球规则规定 机球点就是球脱 打在这个球拍上的这个点 不能高于发球人的腰和手 持拍的手 现在双方控制对方底线的时候呢 李雪瑞没有必要要求质量那么高 其实还是可以耐心一点 可能是他的场地上有一点顺风 这两次打对方的两个底线球都是出界了一点 李雪瑞提出来换一个球 这还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表现 反对特里也没有同意 他同样很有经验 这种换球都是战术性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尽管这些比赛用球都是非常高质量的 但是一捅球当中还是有这种球速的 细微的快慢的差别 特别是会让运动员有些球 让你感觉这个连续丢分 让他心理上不舒服 那是终于十九 1-2-1 法内特里突击失误 头顶杀直线是窃外 11比9 李雪瑞领先 在当初李雪瑞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曾经和法内特里有过一次交手 在几年以前 他曾经输给过对手 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比赛上面 但是那是好几年以前 现在李雪瑞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无下阿玛 他在2012年 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而且在奥运会上一举登顶 11 9 12 9 在羽毛球有的时候呢 确实不要觉得你哪一拍球肯定会得分 一定要时刻准备下一拍 这个球在出现半场球机会的时候 李雪瑞攻得很耐心 通过杀一个追身 然后再上网扑球 没有强求去杀边线的落点 这就是身高手长的优势 其实法尼特里的推对角已经过了李雪瑞了 但李雪瑞一转身还是能够够着这球 李雪瑞的球呢打得非常男子化 李雪瑞抓对方一个挑球 这个球法尼特里着急了 手腕上多压了一点 这个球如果不是这么追求去 发力和杀得更尖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也心情还是反映在他的出手上面 15比9 这个球反对特里着挡得非常贴碗 对闪的突破 他才会发生在中採取 nee 这群人 BLU 头顶披掉罐网 进攻型的选手都会有一定的失误率 这也比较正常 这球对方发了一个中间这个位置 发了一个5号去 这个位置李雪瑞接发的时候准备不太充分 有时候接发球会造成失误呢 也是对方在发球落点的时候 他观察得非常细 发到你比较不舒服的位置 李雪瑞突然一个加速 踢队脚然后上往勾球 反内特里的抢网之后 他的正手往前出手还是很有特点 他手上都带着停顿 抢到高点之后让对方很难判断 他是会放网还是会推球 那他利用这种停顿的破坏对手 体动的节奏 但是要打出这种停顿来 首先脚下你得到位快 如果到位很慢 本身往前的击球点就很被动了 再停顿这球就要掉地上了 首先做假动作都需要 你人脚下要到位很快 抢到高点才有空间做假动作 两个人这分球打得都比较耐心 把落点打开 突然突击一拍 这是李雪瑞的能力 在多拍之后 他还有这种变速的能力 这个是 这是运动员的天赋 半场球 李雪瑞的落点打得很开 把对方拉开之后 法利特里的回球出现不到位 18比13 要求太高了 反拍抽杀 然后头顶再披杀 这些技术在过去女单比赛里边 是千年难得一见 但是自从李雪瑞出现之后 这种男单选手 以前都很少采用的技术 在他的赛场上也经常有 女选手的下压进攻 过去一般都是以批掉为主 因为女选手的这种爆发力和速度 跟男选手相比还是有差距 所以如果你采用批杀的话 采用杀球 其实对防守一方压力不大 反而是利用批掉 能够把对方的位置打开 但是李雪瑞的下压进攻 他的批杀和点杀的 比例明显的要多于一般的女单选手 当然就这种打法 就是像当年的赵建华一样 打起来是很好看 但是自个儿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你的失误也比较多一点 在我身后 昨晚有观众在喊王一涵的名字 不知道他是不认识呢 还是在呼唤着王一涵的出场 机会球 李雪瑞今天的进攻很耐心 他并没有像小组赛对阵印尼队的时候 当时他碰到的是另外一个对手 就是攻的第一局之所以失利 就是打得太简单 都以强攻为主 那这一局呢 他就是进攻和拉开 结合的比较合理 当出现机会的时候 也不手软 这种球也是给自己的难度比较大 他要先压对方底线 他要先压对方底线 才能不能打得太简单 啊 他要先压对方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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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翻网球 运气球 李雪瑞也很坚决 在前面头顶批杀对角 已经几次失误 但这个球还是利用这条线的攻对上 李雪瑞20比16第一局的局点 就是反拍抽杀 然后再结合一个头顶突击直线 21比16李雪瑞拿下了第一局 1比0领先 手机用户发送数字9 到10669999185 参与短信互动 或从软件市场下载 央视互动客户端免费参与抽奖 将有结合允许洋和蓝色经典 提供的天之兰大礼盒 与千元现金大奖 酷武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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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啤酒 街舞争霸赛 我在这里 你在哪里 让我们一起为街舞疯狂吧 工作中我是老板 生活中他们是我的老板 为他们打工 就是为幸福打工 武林鸿光紧凑型商务车 水中贵族 白岁山 匹克TP9战学 搭载梯度加速科技 为脚掌失利重点 提供高弹力反馈 TP9 TP9就是速度 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 红牛携手CCTV5 邀您贡赏 羽毛球精彩赛事 哇 喝红牛 争分裹秒 赢大奖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好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2013年 速度远杯世界 羽毛球混合团体锦苗赛的 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中国队和印尼队 现在打到了第四场 在团体的总分上 印尼队2比1领先 他们在前面混双和男双都取得了胜利 中国队是依靠男单 陈龙2比0战胜了苏基亚托 得到一分 这样前三场是2比1 印尼领先 现在是第四场 速度远杯是五场三胜的比赛 在淘汰赛当中 任何一方先取得三场胜利 比赛就结束 这场比赛女子单打 中国队是奥运冠军 李雪瑞对阵印尼的 法内特里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李雪瑞在攻势上 还是占据优势 21比16取得胜利 双方的打法比较相似 都是进攻型的打法 那李雪瑞在第一局的后半局 还是速度比对方要快一些 尽管进攻当中也有些失误 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 还是高一些 所以第一局取胜 按照双方的排阵 第五场比赛将是女子双打 中国队是余杨和王小李 对阵印尼的纳歇尔和马克斯瓦里 那在前面说了 在这个混合团体赛当中 第一场球是很重要的 在两年前的青岛世界杯上 由于对手总是 一般都会有女选手 要肩向女双和混双 所以混双都是打第一场 但是在青岛那一届 苏俊曼每一场 中国队的徐晨和马进 在混双的这一场 牢牢的守住第一分 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那一旦对方在混双这一场拿分 他后面的球呢 就是每一场都会有足够的信心去拼 如果上来中国队混双先拿一分 由于中国队当时的男单男双都比较强 对方就很难有机会 再加上即使拼到最后一场 中国的女双也是优势明显 那对方一般都 第一场如果拼不下来 这个士气就快要没有了 但是今天的比赛不一样 印尼队就是因为第一场 混双他们拼下来了 所以在后面的每一场球 他们都有足够的气势 足够的勇气去拼搏 由于可能中国的羽毛球观众和球迷 对中国队胜利已经习惯了 不像对足球一样 昨天白云松说我们对足球要习惯胜利 但是其实在羽毛球上 因为过去这十多年 我们都已经习惯的不能再习惯了 所以对比赛当中有一些 胜利的关键可能会忽视它的重要性 就过去的比赛一直在说第一场混双的重要性 因为中国队好多比赛都是3比0 3比1赢 所以也看不出第一场有多重要 而今天这场比赛至少让我们看到 第一场团体赛的第一场混双确实是很重要 那么在汤杯的比赛里边 汤杯的比赛里边 林丹所打的第一单 它的重要性有多么大 在过去的十年可能都是 我们不是不会很注意 因为中国队的赢的最后看比分赢的优势都很大 但今天这场球再回想一下 上一届苏杯的第一场混双 和过去十年过去五届汤杯比赛的林丹的第一单 都是非常重要 这个球也是要求太高 其实对方挡一个中路 没有必要要求挑的那么靠边 但是这就是李雪瑞的风格 就是 这个每一个球都追求比较高的质量 这种风格也使他的比赛 会比较有观赏性 抓住对方不到位的机会 劈对脚 今天李雪瑞的战术也很清楚 当然法内特里其实也是和他相似的战术 就先控制对方的两底线 把对手的位置拉开之后 再利用批杀批掉下压 来得分 而李雪瑞的发球抢攻也相当的积极 女单比赛我们说了以前的大多数选手都是发底线高远球 从多拍开始打 从防守开始打 但是李雪瑞的发球战术都是以发禁王短球为主 都是抓这个抢攻 对方一旦挑他的正手底线或者推他正手底线 被他抓住的话 他的第三拍抢攻就能够直接给对方制造威胁 反应手弹底线 这球又出界 底分是8比5 挡对角好球 把内特领相对于李雪瑞来说呢 他在场上不能够很成功的把对手拉开 他的突击机会都比较勉强 像刚才的这一拍 他的下压反而给了对方很好的反击机会 10-5 李雪瑞这个反手接杀的步伐也相当灵活 所以他的挡网质量很高 比较还是想正手连续顶对方的后底线 但是对方利用了一个长刹 这个球他击球的时候 击球点已经比较靠后 击球点偏被动 造成失误 往前抢高点 一个带停顿的推直线 11比6 李雪瑞领先第二局的间歇 李雪瑞这个战技术的组合确实是训练有素 挡完了中路之后 对方回什么球 他的下一拍怎么连接 设设计的都是非常严密 所以他现在杀了一个冲 中国队的副总教练中国还有负责的张学华 11比6 11比6 那李雪瑞呢在这个场上和对方打多拍的时候后场球他的引拍其实很早 这个是很多爱好者在打球的时候也不太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当对方回过球来的时候他提前引拍 然后把球拍举起来之后再同时移动这个脚步 这样对方呢这个防他的球的压力就比较大 可能有些爱好者和我一样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打球习惯 就是打后场球你跑到位再举起拍来再再打 两个招吧 引拍早的话呢对手会一直盯着你 他的压力比较大 而且自己的出手也能抢到更好的击球点 突击杀追身 球出键 四线给了键内的手势 法迪特里还是在场上的速度显得比李雪瑞慢 包括刚才他这个球尽管调球得分 但是击球点也并不主动 只是力量是刚刚好 加上李雪瑞的和四线的判断不一样 形成了一个得分 但他的击球点都是比较偏厚 没有李雪瑞那么主动 李雪瑞在这几年的出现 确实使得女单这个项目 现在有的时候显得比男单还好看 当然也是在奥运会之后 林单 李宗伟这些老一代的队员 皮特盖德 李轩一 都逐渐的淡出了 压对方头顶 这个平高球压得非常到位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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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这种正手往前的挑对角 还有其实对于李雪瑞来说 出现了很多的失误 还有精雕细刻的余地 他这个步伐还是 像正手往前的这一下不够准确 造成手上总是失误 反正特里来比李雪瑞的 就是有一些 他们的打法其实很像 但是就是在很多这个进攻方面 李雪瑞各个环节各个细节 比反正特里要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每个地方比你强那么一点点 双方双方的这个比分 就是现在这个五分左右的一个差距 也是戴停顿的推底线 15比9 这又是一个发球抢功 10-15 10-15 打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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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碰啦 地球的足距 十六比十 李雪瑞还是有六分的优势 这场比赛有可能进入决胜场 这场比赛有可能进入决胜场 十六比十 李雪瑞还是有六分的优势 这一排突击真是很凶悍 李雪瑞确实有抓推突击的这种能力 车出了底线 这球反对特里其实步伐也没有到位 挑球还要求特别靠近底线结果自己出界 进攻型的选手因为他们主动得分能力都很强 所以有些球也是要求质量特别高 容易造成一些失误 因为他主动得分能力很强 所以有时候失误送一两分他也有能力追回来 多排拉掉型的选手 多排拉掉型的选手由于主动得分能力不强 所以必然的要在失误率上要极力减少 极力控制 那么这个进攻能力主动得分能力又强 失误又少 这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13 18 双方的差距还是5分 打一个空档 再挑一个高球 这种球法内特里就打得不够耐心 这个球因为挑的弧度很高 而且虽然不是说到了后底线 但是也不是一个半场球 那么这种球对于进攻一方最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借力 法内特里要完全靠自己发力去攻 他在想杀得很靠边线 自己的要求太高 最后造成失误 突击 对角现在没有到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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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